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并因涉嫌犯罪 目前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刘志军自2003年出任铁道部部长以来 在任期间大新铁路建设 中国大陆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 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系统 另一方面 铁道系统拥有独立铁道法院 铁道警察 铁道企业等庞杂部门 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王国 不过这个独立王国在温州追尾事故爆发后 被外界看见了其中的腐败 铁道部是血债派所掌控的 正是贪腐惊人 723永温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 正好给了胡温一个绝好的机会 因为需要给民众有个交代 从铃志金案可以胜存摸瓜 牵制或清除血债派的势力 去年2月 刘志军被免去铁道部部长职务 中共中央纪委开始对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 进行立案调查 胡温一方通过立案调查刘志军 可以通过刘志军案的调查 建制分管铁道部安全的副总理张德江 以及其他江派人马 阻止江派人马在十八大的入场 更好的控制十八大的人事安排 刘志军一直被认为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一手所提拔 有报道说 他在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期间 陪同江泽民外出巡视 安全马后的跟随 夏小强表示 一直以来铁道部被江系势力所控制 中共高层现在宣布法办刘志军 是胡温在十八大前打击江泽民周永康势力的催化剂 外界种种迹象表明 周永康被胡温一方公开拿下 已经到了一个一触即发的临界点 那么像处理刘志军这样打击江泽民 周永康血债帮的措施 可能都会成为公开拿下周永康的催化剂 新潮人记者长春 郭靖 采访报道